今天會帶大家行深圳比較難的考牌線 要三水線,影片會比較長 希望大家對路線有更詳細了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段是由小桂村到三江北的木线 跟着我们经过最高的大笔架山至火烧天刹口的火线 中间的土线去土地庙那段相对地较容易 之后就是更困难的去金桂村刹口的金线 最后就是最长最斜经过绝望波去水祖坑的水线 这样三水线的难度这个不一的木线和火线的攀排比较高 会经过三江北再上到大笔架顶 接着我们就会落到土地庙 最难就是金桂村和水造坑两段 行山落特别制作了一个简单图表 它比较一下五个路段的长度 难度、爬升量及下降量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流商起点这个小桂村或者高山脚都是没有公交去到的 就算公交去到的地方也不接近入口 建议大家在连堂口岸打车或包笑巴去到 大约车程大约1个小桂村 早晨 今天我们在惠州及深圳交界的小桂村 现在走哪个是比较难的一条三水线 也要经过深圳十峰两个峰 一会儿我们再介绍 我们就包了一辆车来 走下来才行 这次就名借行行之友 温宁队 提供租车的黎先生去帮我们 好,我们一会儿去到路口再说 因为现在要登记,那些朋友正在登记 我们一会儿慢慢的车 就去到六度的入口再说 首先我们去到小桂村的高山脚起步 经过中间的谈仙库庙的位置 就上到三江北 高大了400到450海拔 接着我们回尖嶺 然后再上海拔787的大北架山 接着我们慢慢换到火烧天盆口 然后再到土地庙 这段有少少斜,但不是太困难 这里是最佳的切出点 因为除了距离短之外 因为后面金龟村那段 由于阴阳界非常斜 接着走一段 我们就去到金龟村的出口 流心金龟村的出口又是最后屠新门 因为接着上去田芯山 它的绝望波是斜到飞起 上去田芯山顶之后 虽然是落山,但亦是急斜 尤其是有相当入黑的关系 大家要小心,最后到水造坑 10点正,我们正式起步 在这个位置进去 他们将G-BX在搭车 我们就进去,慢慢走 原始这条路进去 一条路过 大了一场18公里,上落山1800 是,是,是 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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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沙丁都没有 罪英亭 沿着路上 很多尸带在这里 深圳尸的尸带 哇 都几闪 刚才已经是斜了 现在可以到18 在车里你哪里打都自己打不到 你iPhone有个转纹自公纹 好像不知道 他可以转的 看看有个位置 好 站好 1 2 3 要穿过隧道 对了 有点黑 所以是趁冬天来 下天来 这条水盆可能会很威心 这样捐过那条高速 小心点 铁片也不适合 铁片也不适合 好 停程搭机 过了一条公路 原来另一边是一条路过来的 不知道是谭仙古廟 应该不是这个位置 斜度3 40度 这些老手 都升级2升 都不是一升 好啊 领女早晨 早晨 今天天气很好 够清凉 凉 快速80 续续脱 今早早都冷 上水都14度 对了 又顺便看路房 平衡一点 慢慢继续 慢慢继续 快速180 没什么特别 这条路 一条这样上 很通山路 没什么comment 也很悶 也没什么景 所以要上三四百 才可以看 来到分叉位 就是谭仙古廟 和小贵的交界 我们卫州上来 上北架山 3.2公里 现在海拔220 海拔310 开始开阳一点 距离三不干大 一百多 喂 阿兵嫂 嗨 你好 你好 对了 这里 我们慢慢上了 一条气都没透过 这些人都会疯了 好 海拔340 把石头 我铺也没很合用 要爬 三星难度 三不干 三不干 三不六十 对了 那 要拉繩了 嘻嘻 嘻嘻 都不是交流经理 嘻嘻 我拿着铺也不知道做什么 哎 真是大事的 三百八十 解释一下 大陆行山 就不是想快快 第一件事 现在都不是行山 真的是爬 下手爬的 第二件事 就是例牌多运的 塞车的 不是说你想走就走 就是说八个小时 走完 我想 嘻嘻 这条不是停路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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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拔400 好辛苦 走 爬的 怪不得那些人走189位 嘻嘻 鬼渣那么吵 大哥 原来是爬的 那是什么走 不算交流经 三星难度 清山清山楼梯 这些 这个难度清山 三水线ys S003 好 继续我们的前行 拍一拍 好 看到对面的三笔光 很够直 好 但是 要下去 不要太介怀了 因为 三水线是这样的 上上落落 总之 你没有千八 你都不要收工 什么时候上 什么时候下 没所谓 三笔光 哇 好漂亮 这个三笔光 好像是450多 不知道 大约 爬上去 就是这样斜 三水线 人们少了它 大家用了一小时 不够 我们就来到三笔光 第一个风 423海拔 再上 会再高一点 我见到430多 三笔光 三笔光 好 三笔光 三笔光的风景非常漂亮 对面是惠州的 那边 那边是小桂村 那边是小桂村 那边认不到 那边是惠阳的 应该是地龙踩 那边 那这边 就应该搭买半岛 那边 那我们在深圳 和这个惠州 搭着那边走 一支V 一个V字押上去 又上去 又一个V字押上去 就上去大笔光 哇 真是大事 大笔光是排十峰第五位 我记得 我会看两支笔 都拍不完 那相片 好 那再慢慢转回来了 好 接着第三支笔 哇 好像见到一条直路这样上 哇 真是怪不知 走十个小时 好 那慢慢下跌了 哇 我觉得可能真的 及得上三大 爬升量没有三大 那么高 二千四五 这边是千八 那慢慢转 那有些路 都帮到一些速度的 但不拍照 就是啊 第一次来就一定拍的啦 是啊 三大都不用怎么拍照 好 那就是那支笔过来 看这边 深圳 就不是惠州 后面就是惠州 惠州 惠州有东西遮住 好 接着就继续上 好 好 对了 继续上 好 各位努力啊 好 好 好 看到第一个水站 不过还没吃东西 我们抹下多少钱好不好 不知道有人还是没有人啊 好 好 那边有牌啊 又要回到八三湾公园 水就八元 可乐九元 合理啊 八到十三元 哎 不会饿死了 可以吃包了 有吊床服务啊 好 继续上啊 海拔现在就四百三十多 上到七百多了 好 好 六百多先 好 好 大多十五个人 慢慢走 四百八十 像鸡弓山 对了 物理好劲三段的难度 是 那条绳子就不要的 又条绳子就很努力 好 这些 好 三不光仔在那里了 接着我们就继续上大笔架山 好尖靓啊 好 慢慢走 好 海拔六百一条气 上了海拔八五 现在三水线 YSS06 都是深圳步行镜 但不知道是个Session几 去前面就可以看到 现在我下面就开始 有些云霞气 对了 灰蒙蒙 这个位置叫尖靓上面 我就不用完全去到那个位 看到大家认了那个位 就是了 那一间就继续上了 那我们爬升了六百多七百 我觉得就应该有三分之一 升量就是 但是走的公里数就不是很多 走的都是三公里 那中间那些是什么路来的 真的不知道 八二十 那这条路就不知道去哪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路 好了 我们开始攻大笔架山顶 那是七百多 不记得七百多了 那现在就是攻百多 其实就是路到山顶 我们即将去到今天的最高点 大笔架山就应该是 第五大 深圳十分的第五大 来到海拔六百五十多 那么 又一个位置去看 对了 又是好开阳的 最坏现在就是说 下气很厉害 因为今天也有一定的湿度 否则的话拍照也挺漂亮的 这个大笔架山的宫顶段 那么就找到了 七百一十七高的 上了三十多米左右 很轻松 十二点十五分 听到有些人声都知道 这个就是大笔架山顶了 两个小时十五分都来到 好 不错 那大家记得掃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获得这个灯山电子证书 还有一公里到火烧天 路口我们不会去火烧天 一分钟都会走人 那这样就慢慢走 又有东西喝了 炸菜吃 水就由百元加到十一元 好了 由九元加到十二元 山顶就是山顶 好 那我们继续走 去火烧天的位置 海拔急跌到六百二十 那输完又来到过了 火烧天的盘口 是不是在顶头 应该在山顶上 应该在一公里 我估计至少要落到五百 哇 真是 然后再铲上六百 那上 到海拔五百五十 那个咬位了 继续继续上山 应该也不太多 刚刚一半 就是落一半上一半 好 那继续慢慢硬了 路都可以的 都三百二十 那应该到卡拉位了吧 对 再不到 不过不要紧 现在就上上落落了 现在的累积升幅 有七八八 估计 好 火烧天 成人约1小时 1.2公里 但那里有0.5公里 都不知道哪个真假 海拔五百六十 现在来到YSZ10 三水线 是 那上了 六八二的 就是火烧天的盆口 好 继续努力 来到石头江 即火烧天 所谓前一点点 海拔五百九十 好 慢慢下去 我们由那边山北江 走到过来 最高的大笔架山 一跌下来 你看到山头也有很多 高的大笔架山 一跌到六百 慢慢上去 山北江就是木 火烧天盆口就是火 火烧天盆口 火烧天的顶 六百五十 是在旁边的 但走人的 不是在三水线里面的 各人分 六百二十 火烧天盆口 0.6公里 是 这个 这个 竞深高架桥 4.1公里 即是走人的 好 我打一张卡 这个就是火烧天的牌 其实我们就接回去深圳交流径 那边好像 41 141 我忘记是什么 我们现在向前面走 全条都是深圳交流径 E140 前面应该 不断打过去 好了 现在我一个人 后面有一堆 你看到这些 都是凹凸不停的路 当然是给鸡公铃2 大刀刃 就难 给大刀刃 对 大刀刃 没记错了 就深圳远竹径的E140 不断打到下去 不要看少了 还有七公里 假设是五百米一刻 要去到E126才是 金龟村的出口 下一个是土地庙 当然是沟冲咬的 那边都可以出的 又来到 又拍到这些精彩的东西 有条线 直下来 真的直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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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真的有点烤牌线 到这个斜度就肯定六十 不要想 我拍片当然要银绳 不银绳 银绳 银绳 银绳也不知什么 安全重要 那好吧 这位就像广州的 华南第一波 但是就没那么斜 刚才那位就差不多 条路大一点 闊一点 但还第一波短 三百多 一出麻山 打下去二百三十 都是百多 但是三水线是连不绝的 我们要小心点 慢慢扶着拍片 我们要小心点 510 一条斜路打下来 慢慢来 开始平换一点 这里就是三水线的YSS 小心点慢慢走 又抖着脚 但是年纪都大了 膝头要保护 400 要拍一下自己的样子 因为YouTube 可能被人偷片 然后有人说你偷 偷回头 唯有我真人 唯有是 说一下东西是好一点的 大家早几集就看到 闷了 有播放一幕 但是这样是快点的 是剪得快点的 因为有时候说错话 口窄窄的 要听清楚 听几次的 剪片就挺辛苦的 纯粹介绍资讯 又不是大叔的样子 不要销售 好 那我们就走了 看看 在霍小天下来 我们就1.1公里 还有一公里 就去到套地庙了 好 好 海拔390 我们就在上面 就下来 这条路和 好了 这条路应该都是 一样 去前面的路 一定是一样的 这里有个标记 没什么特别的 继续一条路走 它是向前面的方向走 那是屈对面 这样就打过去 好 那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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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137 建筑景 前面应该有个 发射站 方向我搞错了 我刚才应该 现在是向着这个方向上 两个桌 我中联通和中移动 都收不到 小心点 好 这条路又不知道去哪 应该没有 好 继续走 跌到海拔350 这里有三水舍 又有YSS14 那条路不知是什么 继续走 现在应该继续去500多 土地庙 大约280 来到土地庙 土地庙 都是其中一个 重要撤退点 去大南坑 去大南坑 你不要来个时数 我觉得4.4 我觉得没有4.4 这里都是有奴班平生的 那拍张照 戒飞石灰 没开发布 看看价钱 又跌回9元 先做八宝竹 来到土地庙 真的要吃点东西 一半路程 现在已经做了八宝竹 不要搞笑 13元 现在是280元 但起码都先吃点东西 继续起步 葵葵牌 3.9公里 这边去金龟村 它说7公里 但我看到应该是4公里 8公里左右 计法我都不知道怎么计 好 上下波幅也有些 可以看到 拍摄 C-135 应该是8公里的 4公里的 4公里的 5公里的 4公里的 5公里的 5公里的 4公里的 5公里的 5公里的 車上,因為沒有電,繼續車上 海拔好像要上四百四十 我看看去到金龜村 下四百四十,上二百九十 山頭上上下下 YSS15,不能到 不出所料,現在海拔三百四十 看到一個很高的山 這個也不是田森山 還未到金龜村 我覺得比雞公困難 斜了 有少少手足 難一點 整個山水線都不容易 如果要走完,這樣算五星 就這樣叫 但逐段逐段分類,這段都三星半 繼續走 這個位置只剩下四百 好,我們去金龜村出發 金木水火土去到三行 還有兩行 終點就是水祖坑 前面有金龜村 這個就是山頂 四百六十海拔 紅頭山 對,前面有個牌 先說什麼 深圳遠足的E134 好,繼續下 前面有很多球要上 這個位置 剛才斜度很高 五六十度 因為懶快線 一下子就撞到 大腿就撞到 即是撞到牆 這樣 我們的隊友正在追上 都很快 我跑了兩步 已經吃了半足 四七七海拔 哇 我們慢慢上 會上到六百多海拔 之前去金龜村 又會下到四百多 然後到四百多 就要再上田深山 六百八十多 海拔五百二十 再上到海拔一百 然後再下 再下海拔四百 才到金龜村 就這樣 不斷拆 海拔五百八十 來到三水淺 YSS17 應該YSS010 應該在八山公園那邊 我也不知道什麼是正路 但多數都是走這條路 要三水淺 小鬼村開始 好,我們慢慢再走 回到海拔五百二十 又會再公告 但好像這個波 之前還要下一點再上 哇 算了麻木 YSS100 不斷上下海拔五百六十 整個都是五百多 小心點 哇 一線一線都很糟 慢慢過 小心點 廢柴 小心點 在土地面走了這麼久 只有1.8公里 戒備平台2.4公里 絕望波那邊 不知道 那就繼續走 唯有繼續走 綿綿不絕地斜 嘩,插實 真的 留不到腳 完全留不到腳 嘩 考牌 真的考牌 深圳來說 也算難度高 488 你回頭看 就是這樣 我覺得45度 或者有些50度 60度 你不會說真的很肥 45度 有些位置是五六十度 樹又疏 真的 不要說 好 繼續有要組裝 是 這個 傷患之身 撞到那東西都挺金 是 都是痛痛的 有些是痛 但又不太影響 剛才我原來叫十二棟 當然是下一個位置 陰陽界 真是陰陽界 哇 斜拿到神經 真是 好,海白500 好 前面這個位置 還有飲料 我想基本飲料 也好 100元 100元 喝不喝 不喝 好 到金龜廟 其實它抬上來就低了 賺你幾元 對嗎 不過 兩點三公里 走到這座廟 美飛駕亭 不知道是甚麼 又是斜的路 滑到趴街 下面是下山寮 接著是上山寮 我想要上那個風 再上高一點 我想是五六百 就很低 差不多下車了 來到三水線的YSS19 估計這個是深圳遠足徑的E130 估計一個快快就沒有了 拍不到 就不如拍 然後走 這裡就更換了 可以衝一些 我們過了下山寮 慢慢走 有個谷位 慢慢上 就是上山寮 下山寮和上山寮 有條路下去 但好像是密了 據資料顯示 來到這裏 有條很大的路 不知道去哪裏 沒有絲帶 不知道前面有沒有絲帶 但看到這裏 有九十幾條絲帶 那就僅是走九十幾條絲帶的路 因為這些路 這麼熱門的線 對吧 嘩 那些絲帶多到 大家適向上 不要走錯 有個叫張茶坑水褲的出口 不知道怎樣 我覺得不是大路 承認了三小時 3.7元應該沒有 其實這個位置都可以 北架山方 鴨公嶺方 怎樣上去 我們走很多絲帶的路 各位 這個是上山寮 有小的飲料 一二九 好 水維他賴九元 可樂提升到十元 好 好 開拔四百八十五 上山寮 這個位置 有條路下去 當然不會 那條路很晚 千萬不要亂來 忍賣了些 不算了 我看回對面 那條路 你看到那條路 瞬過去 就跟著那條路 都是過了一二八 沒有久 你看到 一條氣這樣上來上去 估計那是一條深山 對 那我估計四點到 深桂村 剛才猜 剛才猜 這個 過半小時太樂觀了 車上車下 猜不到這麽大 哎呀 真是 好 台拔四百六十 金桂村了吧 再不是金桂村 我死了 咦 還沒到 還要什麼 情人谷那條路 還沒到 情人谷那條路 好 繼續爆 好 上 已經很吸引 五百四點多 金桂村 啊 真是 恐怖 睡早 三個鐘頭 三個鐘頭 七個鐘頭 你看 我覺得不是 好 其實這裏是金桂村出口 金桂村 田頭山 是最高的 我們再看看 那條路 這條路呢 金桂村的夏設路呢 比較大的 是的 都可以 那我們就走回來這裏看吧 那水壺那邊 有大堆東西 那我們就在一堆山頭走過來了 是的 好 Selfie一下 好 等下誰上來 吃點東西 11分 走了12公里左右 好像有點冷 我猜三分二 其實接下來看著 還有7公里左右 大躍 警告 之後路段艱辛難行 如無足夠涼水 時間及體能 請勿嘗試前進 好 那我們繼續慢慢走 這裏是金桂村出口 YSS23 嘩 上面看金桂村出口 這裏又高斜了 嘩 好直 這裏就連連不絕過去了 連連不絕去到那個田金山 這裏絕望波都很絕望 基本上 站不穩的位置 斜到 又浮沙碎石又行 寬靈雙道的那些 對行不行 就一定不行 但是 你看到每個人都氣滾 每個人都下手 或者滑著下 這裏已經很絕望了 大佬 六七十度斜 浮沙碎石 善道 嘩 嘩 比杯凌雙道 杯凌雙道還能走 這些走不到 真是好 好 走 說吧 五百四 估計是田針山頂 估計 它說高六百八十三 你看到很斜 那就慢慢上了 這段應該是最後最難的 這段應該是最後最難的 這段應該是水段 我們叫做 初步觀察四十五度斜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二十二 下來都是這樣 兩步 都是斜到很奇怪 起碼路好 就是這樣 大佬山道 圈繞圈這樣才不斜 現在直上一隻 斜了 沒什麼要說 上次再說 六百一十 哇 爬 真的要爬 七十度斜 它沒有手位 沒有樹位 哇 神經病 屈到直腳 哇 真的像抽筋一樣 哇 好厲害 真的 平時有跑步 有熱身 否則真的 不拉筋去上 就抽走筋 好 繼續上 這個應該是 田心山 六八六十五 來到絕望波 好 離開絕望波 影影的五分鐘 又是斜路 你預料了 但又是未去到頂 還要走 各位又來了 你都未去到田心山地 阿哥絕望波 你真的絕不絕 真的不絕不絕望 你看又斜成這樣 唉 沒有手位 又要再急斜上 上面還有一個高山 都不知道是不是這個車 田心山 兩條路都是四星半 斜道 唉 哇 教他 還有一段時間 又是急斜上 無論是益潤還是走得那麼壞 你別想 斜道 這個是最後 打大佬了吧 還有得高 真是 拿命 我都怕不夠電拍 拍短一點 去到水道灣 4.5公里 兩個小時 靠舖 如果水道灣 差不多 我想 剛才 我看自己的移動 0.8公里 條路斜道 真是 想快都發現不到 田心山頂 沒有什麼標記 只有這隻字 683公里 好 那 Selfie 算了 繼續走 早點走 那裡 傳望波 過三個波 第四個波 才來到田心山頂 下面一堆雲海 什麼都沒有 仙境 應該是下波路 應該是 有幾斜 有一個監測站 這裏 有CTV 很安全 嚇死我 我突然爆出來 嚇死人 620 來到YSS200 這裏就是白露石 附近 有時不可能是 的位置 上面那個是 我們上去再說 應該上面那個 這個斜坡白露石 這個波應該是 比較 大一些 下面都應該是 反覆少少上 但對比之前 絕望波那些 真的差很遠 開到626 白露石 前面高一點 地圖顯示 位置是這裏 它不是山 沒有所謂 石 是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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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白露石 搭不到 走 別管了 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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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下一些斜坡 在瓦位過 希望 好像差不多 那裏 那裏 3.5公里 海拔567 可以 盡量 入黑前 下斜坡 就是這裏 趁有些光 哇 斜到 是啊 但是 沒有剛才那裏 已經是 原價還要上 這個 尖竿竿 就是猴子橋 我猜要上 海拔30度 地圖有些位置 都不太對 都還要不斷 順順地下 這裏還要上少少 對 開始拍小一點 入黑 盡快 下去 光 這裏 環境拍好過 因為都是路況沒有變的 都是這樣 停過之前 YSS30 去到水槽坑 還有3公里 那 那 開始都是 黑媽媽 這些 好 海拔400 臨尾都是 那麼斜 沒有剛才那麼斜 都是斜到 要抓住地下 慢慢地下 沒有速度 沒有 好 海拔310 是 說 2.5公里 這半公里都很難走 哇 斜到 對 直踩850 垂下來 哇 神經病 手位又少 好 不趕著 好 海拔2805 哇 有些電 那些東西 那我猜好一點 這裏 對 紅色 已經開始見到 比較弱 那到尾才說 其實沒什麼特別 海拔184 1.5公里 但是 哇 斜路真是落到 海拔這麼低 都還有得下 哇 斜到神經病 這個什麼停 不知道 希望看到樓梯 好 慢慢走 好 現在打電筒 這樣照我停 好 去走 海拔820 看到圓圈 就盡拍 金龜村 維州 10 10米 金龜來很遠 好 很誇張 維州 11分鐘就到維州 但水灶坑那裡 還要28分鐘 那就趕著 下條數 一貫行夜山 要過這條橋 下面有個牌 先過去 那些路都 現在海拔60 總是硬硬 慘 雖然說沒那麼斜 只能站得到個人 但 真是不知所謂 好 路有請指示方向出口 前往出口 有這個東西 好 我們慢慢走 現在走樓梯 走一些大一點的路 等於一個女孩子 她走得很厲害 不斷地下斜坡 她當然有對鋪 她就問我 是否下山 不過我有隊友 真是 跟國不讓蘇眉 國內的路有些高 都很厲害 有點改了路 先拍樓梯 不要再在樓梯上 沒有帶 是 是 跟大一個 有些改了路 走回這條路 就下去 她又好像有些VP來了 但我又沒有見到離開這條大路 嘩 發達了 看到車路 對 三水線 嘩 入卡位 先看看 歡迎來到三水線 有個牌 終點 好了 這裡就是終點 終於走完了 好 那我們就出回大路 就離開了 我也做了一個簡單的分析表 就是比較五段線的難度 長度 還有攀升 還有下降量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939 水早坑巴士站 這個水早坑巴士中站 走到田森 都要走一公里 找點東西吃 好啊 不怕了 這裡就完畢了 下次我們再見 水早路 說笑 這裡也有些補給 不知道有沒有東西吃 聞一下 我們在水早坑這個客家飯店 吃飯 喂 喂 我們停十幾天 沒有十幾天 五個 他們可能吃不到 五個嗎 好 歡迎 聽聽聽 恭喜 恭喜 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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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總管一下 最初三缸不上鳥 大不假 火燒天 都耗了你很多體力 去到土地廟 如果你不撤出 後面水早坑的金龜超 就非常難 做資料搜索 和實地拍片 都非常不容易 尤其是剪片 希望大家可以多點讚好 留言 訂閱我們 多點支持我們 多謝 由於是一個境外資料 麻煩大家去到網址 下載GPX 大家就不怕走錯路 祝大家順利完成 完成三水線 無痛無傷回家 好 好